再來在臺南市 拜託 情家三例比較早 其中委高雄 三者牛團保連 外賣一對牌子 按一串 五串串 以及一串 六坑坑 切雜逢 可樂計理 但是環燈港議員出門 賣東西 這兩個人 都控制二十萬 請消理員早就來過消毒 門口已經在這裡 大上那個困難的日子 這間為在安南區 賣蜜皮湯的店家 在一盒去用 他真的來過消費 因此只會停止營養兩天 對處 店家一人連輸 人民沒有來發問 共調無情 全部的完工 台減都是人生 當時 作性窮窮 也覺得很不欠 你可以幫他做缺德嗎 這樣喔 好 好 好 一定的 很大名 那兩天他這樣就損失多少錢了 那你又是檢疫有陽性的 然後你自己也不知道 然後又跑出來 那又傳染給其他人 那其他人又不知道 就變成一個破口 但是十二號新增三名 比較正案的 其中高雄三家中 全部連鑽燃的一對白痴 案一九五九九 以及案一九六零零 兩個人是都住在安南區 身體是都沒怎麼樣 不過這對白痴 早在那十號 就去用內衛基加結尼 如果是去用發言 在河又多出去買借的 經過微信教查證 開始是違反方議規定 在基加結尼的期間多出 共有盡量的人 用發告二十萬 依據嚴重特殊傳染病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十五條第一項 予以裁判二十萬元 另外經過調查案一九六零零 出擊的定位 也曾經在十號 晚上去安南區十二 電影市所在的地點 但是東港並不是影響立 民眾是不用共享 以台南市衛生教師合約 曾經跟案一九五九 跟案一九六零零 腳踏有相同的 可以到安南區的微信所 領出基加的快胎 保重主身的健康 其實我們正在訪問 末德